《黄帝尼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脉中 所以决生死 调虚实 不可不通 这句话以决生死来形容 经脉通畅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经脉通则身体抗健 经脉堵塞则难以长寿 大家好 我是老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长寿的动作 这个动作感觉挺厉害的 经过了几千年无数人的验证 每天坐一坐 大肝身体 祝您严寿十年 动物非常简单 大家现在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 这个动物我们在每天睡前在床上也可以 在地面上找个瑜伽垫来做 都可以 然后我们取坐字 把我们的双腿伸直 然后分开 成微字形 分开的一个角度 以我们个人能力可大可小 能分多少分多少 脚尖呢 回勾 脚尖回勾 脚尖回勾 然后用我们的双手 抓住我们的脚趾 然后让我们抓住脚体以后 身体慢慢慢慢慢慢 前倾 下压 其实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刻意去追究吧 我们身体 一定要压得很低 去贴着腿的感觉 只要感觉到我们腿后面的我们的大筋呢 你这种拉扯的感觉就可以了 不用去用蛮力 其实筋肉很不喜欢用蛮力 只要你感觉舒服就好了 才会有一个不易的效果 找到这个舒服的点 然后我们保持 保持一分钟 然后放松 然后再重复 来 找到这个点 重复 放松 重复个三到五次 我们常说呢 肠拉筋 人健康 人从初生到衰老 我们的筋筋呢 经过了生长到萎缩 筋筋萎缩呢 就容易导致出现 什么四肢麻木啦 疼痛啦 脊柱弯曲的那种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 我们所说的 人到中年 两头缩的一个说法 俗话说呢 痛做不通 痛做不通 只有我们的筋脉畅痛 那身体才能健康 不会出现 刚才讲的那些问题 那刚才 我们来讲 为什么 只要我们把两腿一分 就能大补我们的 肝脾和肾 因为我们大腿内侧 走的是我们的 肝肾脾的筋脉 这个动作有利于 改善我们大腿内侧的 我们的肝筋 肾筋和脾筋 无意我们的肝脾脾 肝藏血 肾藏筋 脾藏银 这三条筋脉 如果通常 身体就通常 肾功能会更好 而且能够为身体 羊血续筋 这是非常非常 有益的一个动作 另外呢 常做这个动作 还有利于我们身体的排毒 我们膀胱筋 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排毒通道 也是我们排毒的一个筋脉 背于我们大腿的一个背 是人体 我们人体体育于寒邪之气的最重要的一个贫征 我们身体刚讲了 前倾下压 就有助于拉伸 我们的膀胱筋 我们膀胱筋如果通 外界的寒气 只能以入侵到我们的体内 我们体内的排毒 就会更加顺畅 可以减少我们体内毒素的一个堆积 我们身体就会更加健康长生 其实好的东西 可以这么讲 都是大道治疾 养护身体呢 也是一样 也是如此 一个动作从源头来解决我们的 肝筋 肾筋 脾筋 以及我们膀胱筋的问题 真的是特别简单 但是不妨我们开始做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 可以转发 学会呢 你可以在评论区大上学会了 告诉我们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期见 你们下期发 我就 有什么事